仙人跳非常的多 遠遠超如妳的想像 而且我自己處理的案件裡面呢 可能那個仙人跳的 大概都滿16歲了 性交易啊 妳只要跟滿18歲以上 都沒有跳 嗨 大家好 我是來代爸 我是提名菜 我們今天要來聊什麼呢 就是這次 這任何新聞 會變燃燃的嘛 就是如果遇到仙人跳 該怎麼樣 自保的SOP 自保的SOP 這剛剛有跟我講的 有什麼問題 這沒有問題啊 基本上啊 仙人跳非常的多 遠遠超乎妳的想像 如果把我自己接到案件講出來 所有的男性 請特別小心注意 非常的恐怖這樣子 而且我自己處理的案件裡面呢 可能那個仙人跳的 超多滿16歲了 非常的恐怖 我跟我們聽到比較多的就是 人性的讀取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以教學一下 那妳想要先了解什麼的 就是 我們兩個的狀況 是在別人家裡 通常應該是汽車旅館對不對 就是兩個人請相約之後 就要去汽車旅館 這是第一種情況 這時候要怎麼自保 我跟妳講 我反而覺得汽車旅館 就某種程度 不過它還是比較安全的喔 為什麼 因為妳汽車旅館啊 妳進去 就是它那個出入口 還有監視器畫面 所以妳們怎麼進去的 至少還有那個監視器 其實我們最常遇到的就是那種 它有心靠近妳的 然後約會的地方 可能是在妳家 或者在她家 那種 人 就是沒有監視器的人 那種才恐怖 可是如果說監視器洗掉的話 那樣的話怎麼辦 不是 那代表說 通常有監視器的 那種什麼Motel啊 或者是那種飯店 我個人覺得比較safe 那邊第一個有監視器 第二個是 如果 假設他們現在跳的方式 就可能 非我意願嘛 大部分都這種 才會有比較後面的效果 如果是非我意願的話 為什麼我當下出來 除非我是被鞋濕的出來嘛 那如果非我意願 那為什麼我當下很高級 譬如像說 好啦 就是我出來的時候 好重視我被鞋濕 但是如果我可以報警的時候 據我所了解啦 絕大多數的Motel 它監視器也不會放那麼久 我可以報警的狀況底下 為什麼我不去掉監視器外面 基本上 我們就從半案的角度 我會覺得很奇怪 我明明有些證據 你為什麼平平要等到了 可能是 假設我遇過最扯的 最扯是怎樣 不是很奇怪嗎 可是仙人跳不是這樣 仙人跳是說 男女進了房間 然後後來 女幫的另外一半 衝進來 就說 你怎麼可以碰我女人 那才是真的仙人跳 所以 那汽車旅館遇到 怎麼辦 這才是真正仙人跳 不是嗎 遇到的狀況底下 如果第一個可以的話 就報警嘛 如果沒有辦法報警 基本上 那代表說 她的行動已經被控制住了 控制住的話 仙人跳會看她 她要什麼 如果要要錢的話 那馬上就涉及到 可能有所謂的 骨文那個鼠的部分 那你剛剛講那個 一個 不可以算仙人跳 仙人 我覺得看你要把定義抓得 你那個可能是 最狹義的那個定義這樣子 但是基本上 我的評價是 你發生關係之後 我就是要撈一筆錢過來 你說是 女方想拿錢 就算是仙人這樣 基本上 譬如這樣說啦 我舉個例子 假設我們是一個 合一的性行為 性交易這樣子 完了之後呢 我剛剛去報紙說 我被信心了 那不是限16歲嗎 這跟那一種完全沒有關係啊 我被信心還有限制年齡的嗎 沒有嘛 順便給大家一個機會教育 性交易啊 你只要跟滿18歲以上 都沒有辦法 就是假的 假設兩個人講好啦 這其實是不辦法的 對 那假設如果 仙人跳會情況是在 自己家發課的時候 的SOP是什麼 自己家 自己家 我可能會比較難以想像啦 自己家 我不開門 你剛剛在家破門了 這應該還滿有保全 然後有那個 它是自己家被衝進來的 應該不是吧 沒有啦 因為你問我說 自己家 我不開門 因為有網友 就是看那個啊 CVC 說的時候 如果遇到陷阱 然後就說 在家應該不會吧 我也很難想像 在自己家 我不開門 人家一來 我看一下監視器 我說你要幹嘛 我不開門 不如我直接打通報警不就好了 那如果是在女方家 在女方家 那就很麻煩了 通常而言 其實啊 我們個人會建議說 立馬 去報警 因為啊 你有可能 你當下沒有保存這些證據的時候 你之後 要取得這些證據 是極度困難的 是喔 就是 對 這樣子可能都被 對 用不掉了 譬如像說 一離開那現場 他們可能就開始親了 不是很奇怪 那如果去朋友家 然後被仙人跳 女朋友家 然後 被仙人跳 我們要假設很多種情況 所以那個朋友 可能有點問題這樣 放人進來這樣子 而且為什麼 在朋友家 其實朋友家就是設定在 就是男主角 跟女主角以外的那個地方 然後在那個地方 不過這個人也很奇怪 不在自己家 也不在女主角家 也不在Mokeo 到朋友家是在省什麼 是仙人跳得了嗎 真的是太窮了 是有特殊屁好 啊 怎麼啦 我覺得也是比較難想像 但是如果真的會有 我覺得那個朋友 比較有問題 那 如果是在荒郊野外 荒郊野外 那代表說 一定是 其中 男主角或女主角的 另外一半 就開始跟著你嘛 基本上 也是一樣啦 反正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我 當下 只要我一獲得 是有 馬上報警 因為在刑案裡面 我們常常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證據 你要怎麼去認定一個人 他到底做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譬如像說 我案發了之後 我可能過了很多天 我才去驗傷 這證據的取得是困難的 譬如像說假設 我被性侵了 我過了四五個月 然後我去報警 假設啦 假設我是那個性侵的 欸 你也沒有我的經驗 我為什麼要承認 我說沒有啊 不是啊 沒有跟他發生氣球耶 沒有沒有沒有 那關於 仙人跳的部分 有什麼經驗 仙人跳 你說那種最狹義的 對 是因為你講太管一的東西 實在太廣 太多了這樣子 對啊 好啦就算那種 最廣音來仙人跳 實在準備太多 我們先去講最狹義的 我覺得 對身體是反而不勝 因為有沒有可能 你跟另外一個人交往的時候 你先問他說 欸 麻煩你把那個 十分證拿出來給我看 其他一個只能先確認配偶嘛 但是譬如像說 新聞鬧得 貝貝洋洋的 他沒有結婚啊 他男朋友 他劈腿嘛 劈腿身分證上就不會有寫 只能問他說 啊問題是 就是跟怨打 跟怨愛 如果他又騙你呢 他不是一樣被 你騙人跳 我騙 那這 可是我覺得這沒救啊 因為 只要在任何場所 都有可能招到你啊 對啊 然後會怎麼辦 怎麼辦喔 對啊 就是身上很 然後隨時 安裝什麼 劈力報警的 譬如像說 快捷戒 暗衣 報警了 所以就是 我準備電擊吧 就是你在 把妹的時候 還是要特別想起 就是你一定有老婆 不能在把妹 這是一定的啊 因為他就是一個 對朋友的一個忠誠義務嘛 假設如果你男子 那個 女生 對啦 我這種事很難講 有時候還是要表明 對啊 如果有心騙你的話 對啊 那我們今天是這樣子 主題 就到此了 有機會我們再講其他的 但是我們電視場是還很便宜 如果說你們覺得 怎麼不錯的影片啊 或是什麼 能夠 等一下留言 可以在 跟你們說 音樂 可以來拍照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 按讚 訂閱 加分享 啊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掰掰 按訂閱的話 我就讓一個 40歲的老人家 測房給你看 欸有耶 有 有